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晋 我是你們的美食試吃員 今天要來試吃的是我們的 本節目沒有任何的業配 完全實話實說 相信阿晋 OK 為什麼這次北海道我出手了呢 因為我們有去過北海道 我想要吃吃看北海道的味道 北海道到底是什麼味道呢 然後呢 這次的北海道技是跟 2018的世界麵包冠軍的王彭傑合作 就來突出看吧 我們先從我覺得最少的開始 就是每個東京的份量玩的就是這個 四片吐司 賣48塊 它叫做夢之力吐司 夢もちがら 完全在亂說日文 那麼我們就先來吃吃看這個夢之力的吐司吧 好啦 並不是 我先說我很久沒有吃吐司了 它的觸感非常的柔軟 非常非常 你看 好 那我現在馬上試吃吐 它真的沒有在跟我拍完蟹啊 它這個 麻辣你擋到我了 可以慢慢聞 喔 不可以吃喔 你可以聞啊 不可以吃喔 它吃起來呢 相當的綿密 而且牛奶味相當的重 你要知道是牛奶味嗎 還是麵包味嗎 反正就是 它不會很乾 它吃下去不會讓你覺得 我口感舌燥的 現在這個吐司我給它評價還蠻高的 可是我覺得它有點貴 它上面寫四入 然後我剛剛吃了一片 裡面還有四片耶 我賺到 吃完了吐司 所以我們就來吃餅乾 登登 餅乾 你有沒有看到餅乾 然後這個餅乾呢 叫蘭姆葡萄餅乾喔 欸 這餅乾超級重 這是我這輩子拿到最重的餅乾耶 你看 看來打我的頭 噢 鏘鏘有力 它好香喔 超香的耶 好吃喔 我覺得它的味道很濃 然後你們兩個不要再鬧了 它吃起來相當的濃 厚 但是我還沒吃到 蘭姆葡萄的部分 我再吃吃它 嗯 足夠 足夠 多放肚 看到了法國耶 法國人喝的笑茶 嗯 配紅茶 配這個餅乾 嗯 超便 我覺得 如果是女生的話 你吃了兩塊差不多就會飽了 還不錯還不錯 我喜歡 那麼再來是 我想先吃這個 夢之力 夢之力 乳酪 起司 來了吧 總算來了吧 御用的起司 來了吧 首先它看起來就跟普通的麵包 普通的餐包 沒什麼兩樣 連聞起來都像普通的麵包 普通的餐包 那它咬下去一定很厲害 我就給它試試看 我是你來試試看 嗯 嗯 剛剛第一口咬不太像乳酪 它乳酪有點 深 如果跟一般餐包比的話 它就是比較沒有那麼乾的餐包 它咬下去乳酪的感覺很不錯 喔 它乳酪味好重喔 好好吃喔 它乳酪真的很好吃 滑順滑順的跟麵包結合在一起 這個鹹度 Perfect 再來是這個 馬多雷福蛋糕 我們先嗡嗡看它的味道 就是一般的 這種的蛋糕 會有的味道 好 那現在開始吃吃囉 它很鬆軟 它吃起來有點像 雞蛋糕 好像它裡面是熱熱的 可是它裡面比雞蛋糕好甜 如果這個東西吃起來都還可以缺點 就是你可能只要配個茶 配個喝的 去綜合一下它的乾跟它的味道 好啦 再來就是我們的 生乳捲 我對生乳捲齁 蠻嚴格的 全聯的這個生乳捲齁 看能不能讓我驚艷起來 好啦 我們先吃一塊吧 先吃囉 太大力 分四塊啊 它是檸檬的欸 這好像是沙 我先說 我不知道它是檸檬的 就好像可能 我帶著就是想吃牛奶 心裡吃 它就有點反常 它檸檬很清香 它吃起來有點像是 台中那個特產 檸檬蛋糕喔 真的味道 好像喔 那它叫雪白之力的生乳捲 為什麼會是檸檬的味道啊 為什麼會是檸檬啊 不是啊 我以為會是牛奶 所以它是白色的 所以我一直覺得它是牛奶 有點錯怪它 不過 滿好吃的 嘴巴上鹹成這樣 可是身體可能才是一直吃的 不過它吃起來 太像檸檬蛋糕啊 它就是檸檬蛋糕 它有點不太像我 心中的那個生乳不絕 接下來是這裡面 我裡面最希望的環節 就是這個 起司布丁燒 而且 它是從玻璃 玻璃被裝的欸 打開我們的起司布丁燒 喔喔喔喔喔 很香欸 味道很濃 OK いただきます 上面是海綿 下面是那個 我們的布丁燒的部分 一大口齁 開玩笑 喔喔喔 好吃欸 焦糖的 搭配上 我們 上面那塊 海綿燒跟布丁 這個一定要一次挖到底吃 才好吃耶 喔喔喔喔喔喔 如果我還沒有看出它 OMG 而且這次的系列 有一點很重要 它們都沒有很甜 我覺得就是 很適中 對我個人標準 剛好到那個點 就是這個甜度可以讓你吃蠻多的 不會你當他覺得很膩 很不想吃 如果我不喜歡吃焦糖焦味的人 這款的話就會有一點沒有那麼的推薦 再來就是這個啊 北海道雙重起司燒跟 北海道乳酪蛋糕 其實不是我要手切我真的有點蠻不好餓的 我就吃一小口 真的太多了 幫大家試個味道好不好 因為再吃下去我真的承受不了 我的咲戀課程應該會從地獄變成雙倍地獄三倍地獄 或是直接下地獄之類的 現在是先吃我們的這個 然後它這邊有附小刀子在裡面呢 直接為大家試吃雙重起司燒吧 喔喔喔喔 它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它的那個 起司都黏在上面 我直接先挖 用湯匙挖上面的刀子來試試看這個味道 阿 啊 啊 阿 啊 它的味道 OH MY GOD OH MY GOD 超濃欸 喔 注意 這個喔 不是不好吃的喔 是 喔 好濃的喔 怎麼會這麼濃 這麼爽 我本身也是一個 喜思愛好者 真的是爽度破表 但是記得還是要配點茶 很濃郁膩 但是真的很濃 用料感覺非常的棒 這個東西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喔 這個東西 八十八塊 我覺得真的 偏厲害了好不好 推薦給大家看一下 偏厲害 好 把它封一回去 再來就是我們的 北海盜滷肉蛋糕 好的 那麼 我的滷肉蛋糕有點 編成海綿蛋糕了 為什麼 可能是拿出來太久了吧 我們把這層皮吃 要看看 不要隨便算吃那層皮 他們要吃就搭配力氣之高 那麼 這個刀子等一下沒人用 我們直接這樣吃啦 我覺得應該是我順序吃錯 我覺得這個滷肉蛋糕就比較清淡 真的比較喜好起司的 這個 這個 大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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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次的北海道雞 真的有讓我充分的感受到北海道的小麥 對不起 只有小麥 其他的什麼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好好吃 好爽喔 好好吃吃這樣 那麼 照慣例 一樣還是選出自己最推的東西 那我個人呢 最推的是 我最推的當然就是 布丁燒跟起司燒啦 這兩個東西 它只要88塊 很爽耶 你們可以稍微偷偷比一下 就是你要8塊土司還是吃這個 8塊土司還是吃這個 我也吃得夠飽了 我也為大家吃得夠多了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既然加訂閱還有喜歡 想繼續看影片的話 那就點開我的影片 然後拉出你喜歡看的巨大化內容 或是什麼我試吃跟開箱影片 都可以直接來看喔 那如果你還有想要看我吃什麼 或者是開箱些什麼的東西 就好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那我是阿金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掰掰